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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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是刮骨钢刀 我们还年轻 要知道节制 姐妹们 你们知道其差一步 他就说时间到了的痛苦吗 你们知道明明有一个方方面面 都符合审美的男人 可看得到摸不到的痛苦吗 我都要给他跪下了 然后他会对我说 乖 地上凉 会公寒的 妈的 我不公寒 我公缩 他妈的和或许结婚多久 我就诉了多久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啊 大概我的遭遇实在太过惨淡 温如听完都眼含热泪 胸脯拍得帮帮作响 我都怕把他的假体拍出来 今晚你随便点 一切花销我包了 午夜场开始 温如拉着我如同脱江野狗般挤到了前排 便往我手里塞前边苍蝇撞搓手挤眉弄眼 别怪姐姐不给你机会 一会儿你看准了 就往人家的裤子里塞 摸到就是转到 我还没反应过来 场上灯光骤然全暗 灯光在亮起来的时候 台上站了好几个背手站着 身上穿着白衬衫和西装裤的肌肉猛 每一个看起来 肌肉都挤衣欲裂 随着古典响起 爆衫了 全场顿时一片尖叫 我靠 是魔力麦克呀 我举着钱 看这个也好 看那个也棒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从何下手 有一个肌肉猛男靠近我 主动拉着我的手往他的胸肌上放 好大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有什么人在看着我 四处找了一圈 我的目光突然停在了 二楼包厢窗边抽烟的男人身上 他正在看着我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怎么那么像我那个刚离婚的前夫呢 他的视线还肆无忌惮地停在我的身上 看见我看向他 他碾灭了手中的烟 然后朝我举了举手中的酒杯 我的腿突然有点软 我颤抖着伸出手 把正疯狂举着手 想往帅哥的西装裤里 塞前的温柔的头强行拧了过来 那是谁呀 温柔一看就险些抱了粗口 我靠 你不是吧 今天帅哥老板怎么舍得出来露脸了 我张大嘴 啊 他不是教书的吗 啊 他不是姓冷淡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和或许算是和平离婚 我们没有财产纠葛 也没有孩子 就连半离婚证的工作人员 都在频频地看我们 忍不住问 二位这么般配 不再考虑考虑吗 我感觉到露胥在看我 可我上周 上上周 还有上上上周 每次都被他拒绝 接二连三地求换悲剧 我都怀疑他根本就是姓冷淡 不 他肯定根本就不爱我 他和我在一起 肯定只是因为年纪到了 是个女人都可以 我不是没想过跟霍许谈谈 可每次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每次我一吵架 霍许就用那种云淡风轻 仿佛看小朋友打滚药堂的目光看我 乖 别闹 他根本不尊重我 我越想越气 连带着睡在我旁边的霍许都格外面目可憎 我要和你离婚 霍许愣了愣 离婚 对 我堵着一口气 硬邦邦地回答他 你根本不爱我 我要去课房睡 算了 我去吧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按住了我 我们开始了冷战 约定离婚那天 霍许开车送我去民政局 全程他都没怎么说话 只是一直在看着我 最后分开的时候 霍许问我 小阮 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婚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霍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可我却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 肯定是我的错觉 或许竟然是黑马会所的老板 那他之前 我一惊之下 就惊了一下 下意识多喝了好几杯酒 压压惊 可我没来过酒吧 也不知道洋酒竟然还要对饮料的 生猛地灌了好几杯下去 脑袋就开始发晕 温如早就不知道去哪里鬼混了 酒厂里的灯光 五光 十色 晃得人更加头晕 我摇摇晃晃地去了一趟卫生间 出来就晕得几乎站不住 压根找不到来路 也不知道绕了几个拐弯 绕去了哪里 我靠着墙缓了好一会儿 想清醒点再回去 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人拦住我 不让我走 美女 一个人吗 走开 我不认识你们 可他们竟然伸手强行拉住我 把我往黑暗的安全通道里拖 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 都是出来玩的 装什么呀 他们往我的嘴里塞了一粒什么 我吓了一跳 挣扎着想跑 别碰我 你们别碰我 可久经麻痹了神经 我根本没办法有效地挣脱 更可怕的是 身上竟然诡异地发起热来 他们给我吃了什么 他们强行想拖走我 我挣扎得太厉害 指甲抠在墙壁上甚至都翻过来断了 可我一点都没感觉到痛 救我 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就在他们要得手的时候 有人来了 放开他 一个强劲的臂膀把我拉入怀抱 熟悉的南乡涌入鼻尖 我本能地感觉到了安全感 声音一下就哽咽了起来 你怎么才来啊 那人似乎愣了一下 他叹了口气 怎么喝成这样 他们给我下药 我的舌头有些不听使唤 撒着 交跟对方告状 我感觉到那人蓬勃的怒意 他似乎带了人 那几个小混混被打跑了 他把我打横抱起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已经快被烧死了 帮帮我 他似乎又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的脑子已经不清醒了 只能愣愣地看着他 或许 一个带着惩罚意义的吻落在了我的唇上 辗转丝咬 我甚至尝到了血腥味 我听见他说 你别后悔 我零碎的记忆中 只有他滴在我鼻尖的汗水 滴哑的声音 以及无穷无尽的力气 和我记忆里的根本不一样 理智的弦已经彻底崩断 简直是禽兽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浑身仿佛被车轮碾过 连一根小指头都抬不起来 醒了 或许察觉到了我的动静 侧头看向我 你没帮我洗澡吗 我感觉身上粘腻而不适 或许似乎没有帮我做清洁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可是这些以前都是他做的 对 他回答得很轻松 房间里烟雾缭绕 他以前也不会在我面前抽烟 我皱着眉忍不住问他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或许抽了一口烟 声音沉沉的 以前舍不得 那现在呢 或许的睫毛长而密 隔在烟雾后的眼睛看不清情绪 嗯 现在舍得了 我是被惊天动地的敲门声惊醒的 脑子里的血管一跳一跳 我下意识地去推旁边的人 或许去开门 可伸手却摸了个空 旁边的被子一片冰凉 我坐起来愣了好一会儿 这才想起原来我们已经离婚了 温如进门后先是冷哼一声 然后高深地盯着我打量了许久 最后眼神停在我脖子的吻痕上 十分意味深长 可以呀 说说吧 说什么 我企图蒙混过关 温如趴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吓得我差点蹦起来 昨晚吓死我了 老娘从池子里出来 就发现你不见了 结果人家说有个漂亮妹子被人骚扰 好像被人吓要带走了 我他妈都快吓尿了 结果到处找了一轮 最后看见帅哥老板把你打红抱走了 他面目猙獰地和我比划 你就那么娇弱地 倒在人家的怀里 胸肌硬吗 好摸吗 我下意识地点头 硬 好摸 温如拔地而起 就差拿着刀逼问 你俩到底什么情况 我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 最后弱弱地跟他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是我结婚三年 那个性冷淡的老公 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老姐妹的下巴 缓缓地掉到了地上 纵响丝滑 原来人的嘴可以张得那么大 最后这位女壮士发出了一声 震聋发聩的呐喊 所以你的性冷淡老公 其实是黑马会所的老板 你因为人家矜持的姿势 太传教士不能让你满足 所以跟人家离婚了 真是好清纯不做作呀 你们城里人太他妈会玩了吧 所以你竟然一直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吗 温如震惊地瞪大眼 拜托 你们结婚三年了 我虚弱地对了对手指 我没有问过 我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 谁家上班族带百万名表啊 温如惨叫 我羞愧地低头 我看不懂 你说实话 温如狐疑地看着我 你到底是怎么跟他结婚的 他捏着我的下巴左看右看 就凭这张脸吗 还真是 从温如的口里 我得知了另一个版本的或许 黑马会所是 A是出了名的肖金窟 消费贵 晚得花 关键是老板好看的丧心病狂 他挤眉弄眼地给我抱了一下 黑马会所的基准日流水 我掰着指头算了好印 对那一场串铃 有些望而生畏 原来前夫那么有钱啊 温如沧桑地点烟 或许不经常出现 但是能开这种大厂子 又长得那么好看的老板 全A城也就这么独一份 你知道有多少狂风浪蝶 往他的身上扑吗 看着我慢慢扁起的嘴 他的话立马转弯 没事没事 或许压根不搭理他们 后来听说他结婚了 之后也不咋去酒吧了 结果原来是被你拿下了 我垂头丧气地点头 所以你俩到底咋认识的 或许不喜欢见外人 唯一一次出现在 我的亲朋好友面前 就是在婚礼上 温如那会儿 刚好在国外赶不回来 阴差阳错 哪里有什么阴差阳错 他既然不喜欢我 当然也不会乐意陪我 去见我的朋友们 都这么久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何必自欺欺人呢 我刚毕业 那会儿进了家私企 老板带我去陪客户喝酒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还以为真的只是陪吃饭 结果酒还没喝一杯 肥头大耳的合作商的手 就已经摸到了我的大腿上 中年男人恶心的酒气 让人作呕 一口一个跟了他要什么都有 习上其他人还在跟着起哄 说我好福气 我怕得要死 借着上洗手间的借口想跑 结果那合作商竟然追出去 在走廊上拉着我不放 还把我一个劲地往包厢里带 我们老板是个王八蛋 拉完皮条 就借故脚底抹油跑了 是或许刚好从隔壁出来 出手帮了我 我至今都记得那一幕 或许一只手 就把我从老男人的纠缠中 扯了过来 挡在身后 然后再重重地 一脚踹在供应商的身上 老男人快200斤的肥胖身躯 竟然飞了出去 真的摔炸了 他回头亲身问我 你没事吧 然后我就看清了他的脸 那一刻我沦陷了 温如听得深以为然 连连点头 他的那张脸长得确实殆尽 等等 他跳起来 那你去追回来呀 既然你俩昨晚这么和谐 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去把问题说开 肯定OK的啦 我没有作声 温如走之后 我一个人默默地 在家里坐了很久 不是这样的 温如不知道 这根本不是我想不想 而是或许他有一个 喜欢了很多年的白月光 现在他回来了 我对或许一见钟情 追他的时候 也真的是全心全意 可是他就像 永远烧不开的温开水一样 无论我砸多少热情进去 回报我的永远是瓶颈 可怕的一潭死水般的瓶颈 网上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我学了好多菜谱 努力打听他的喜好 问他喜欢什么 可他永远只会说 你喜欢就好 网上又说 一个男人不碰你 肯定是因为不够爱你 我以为是自己的魅力不够 忍着羞耻买了市面上 所有能买到的猫儿 女仆 JK Lolita 辣妹 各种装扮来了一轮 有好几次 我分明从他的眼中 看到了欲望 可最后 不提也罢 他明明什么都懂 勾勾手指 就能把我掉得不上不下 却还要劝我清心寡欲 态度温柔又敷衍 就像他对我说过无数次的 乖 别闹一样 不过是大人 打发要糖吃的 小孩的敷衍罢了 我以为他性格温柔冷淡 对谁都是这样 直到我无意中 看见他的ins账号 只关注了一个人 只给他一个人点赞 只给他的每一条微博评论 最后再告诉他 我要结婚了 可我的心里只有你 看看日期 就是我们结婚的那天 哦 原来他依然有满满的热情 只是不属于我而已 自从那天之后 温柔就开始疯狂 怂恿我主动去找霍许求和 毕竟在外人看来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我无理取闹 我承认 跟他在一起三年 我还是喜欢他的 那天晚上 他应该也不反感我对吧 所以我准备再试一次 你们别骂我 我就最后努力一次 说谎我就是狗 所以今天晚上和温柔一起 在来黑马会所的时候 我盛装打扮 力争精致到每一根头发色 温柔疯狂夸我 没 他但凡见到你 不给你跪下 他都不是个男人 被他夸得熊啾啾气昂昂 我信心百倍地上楼了 可惜还没到门口 就被拦住了 小姐 请问你有预约吗 我这才知道 原来黑马会所这种地方 办公区和营业区 是严格分开的 也就是说 那天晚上 如果不是霍许亲自下来找我 我根本上都上不去 我是 我一咬牙 我是霍许的老婆 身高腿长的服务生小哥 明显身经百战 文生也只是很有礼貌地对我说 请您稍等 我去跟霍总确定一下 然后我听见他对旁边的人小声说 又来一个说是霍总老婆的了 这是今天第三个了吧 人帅就是不得了 霍总最近来得多 营业额都快翻倍了 好几个客人 都问买几个香槟塔 能请老板下来喝一杯 都是哪里来的野狐狸精啊 他是我老公 我的 我气死了 没过多久 小哥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他说 小姐 霍总现在没空 他脸上隐隐有几分同情 我真的找他有事 没想到会被拒绝 我下意识地摸出手机 想给霍许打个电话 可没想到 铃声的确响了 却是和别人的一起想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成熟美艳的大美人 从霍许的房间里出来 而他的手机 此时就拿在大美女的手上 小哥看我的眼神 更同情了 他小声地对我说 霍总今晚有客人 我说他没时间 你还是回去吧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看清那个大美女的长相的时候 我仿佛被人在鼠酒寒天 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 我在霍许的 因子关注里见过他 难怪霍许毫不犹豫地 同意和我离婚 原来是郑主回国了 他美得艳光四射 我在他面前 仿佛白天鹅面前的丑小鸭 下意识地自残行贿地低下头 然后我看见他接通了霍许的电话 喂 你好 之前我还能自欺欺人 以为只是手机型号一样 现在变成了实锤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转身跑了出去 边跑边把霍许的手机号码拉黑了 给温柔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下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边走边骂 霍许这个狗男人 才和我离婚多久 就和白月光搞上了 温柔在那边目瞪狗呆 我靠 不是吧 你在哪 我来找你 我隐约听见 身后响起霍许说话的声音 连忙加快了脚步 我不想被他看见 自己盛装打扮的样子 好像为了见他 有多刻意一样 阿许 刚才你有个电话进来 是谁 霍许的声音很温柔 不知道啊 那人没说话 对不起哦 我怕有事就帮你接了 女人的声音温温柔柔的 你没有存 只有一串数字 哦 那就是不重要的人 原来他连我的号码都删掉了吗 那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 顺着脖梗细细蜜蜜的 起了一串鸡皮疙瘩 心脏仿佛被什么用力地捏了一下 疼得喘不过气来 温柔下来的时候 我正蹲在他的车旁掉眼泪 他险些踢到我 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 又强行把我拉起来 塞进车里 不许哭 给我说清楚 我抽抽烟烟地 把前因后果一说 温柔沉默了 他体贴地关掉车里的灯 又塞给我一包卷纸 哭吧 没有抽纸吗 我抽抽烟烟地问他 卷纸是擦屁股的呀 闭嘴 不是说下来了吗 是霍许的声音 我浑身的汗毛 一下都立了起来 整个人都绷紧了 他是来找我了吗 霍许在停车场 转了好几圈 他拿出手机打了电话 我几乎都要下车了 可紧接着 我就看见霍许的白月光出现了 原来刚才 他是在给他打电话呀 霍许那辆奔驰G65的 前灯闪了闪 然后他的白月光 鸟鸟停停地上副驾 十二缸的发动机 发出低沉的咆哮 我和温如在停车场的角落 吃了一肚子的汽车尾气 我在想什么 他怎么可能来找我 我颓废了好一阵子 虽然拉黑了他的手机号 但是我没有拉黑他的微信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理 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 偷窥或许的朋友圈 奇怪 他的白月光不是回来了吗 为什么一直没有官宣呢 温如嫌我内耗 偷窥没出息 走走走 忘掉前任最好的办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然后他就给我找来了一个 185的大三弟弟 叫裴石 说实话 裴石长得还真挺不错 白皮肤下垂眼 眼下还有一颗泪质 是时下流行的绿茶小狗长相 温如十分满意 一巴掌就把我拍进了他的怀里 这不就有漂亮姐姐和弟弟的feel了吗 他趾高气扬地一挥手 走着 姐带你去浪 我颤颤巍巍地和裴石加了个微信 你欠了他多少钱 裴石非常坦诚 把他和温如的聊天记录给我看 上面我那好姐妹的 把他赔好一个月五千 历历在目 他还十分有道德 有修养 他强调 我只赔素的 不卖身 真操是男人最好的嫁妆 你这么有底线 怎么来干这一行 温如喊我陪他去喝酒 我看看日子 误了 是他那黄了的订婚日 哼 您别看他嘲笑我笑得凶 温如自己也没争气到哪去 他和宋白才真 他妈是一笔烂账 他从小喜欢宋白 一直小心翼翼地当人家的跟班 后来终于好上了 两人就差临门一脚的时候 宋白和他的好闺蜜 在订婚的前一天 双双跑路去了国外 更狗写的是 直到这对狗男女跑路 他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好闺蜜 竟然是宋白多年的白月光 果不其然 温如边喝边 嚎啕大哭 宋白那个狗东西 我和裴时 一边一个扶住他 连连点头 是是是 狗东西 王八蛋 对对对 王八蛋 到最后 他抱着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他俩在我的面前 从来都表现得跟仇人一样 我还生怕他们关系相处不好 结果到头来 他们不但早就认识 宋白还喜欢他好多年了 你说 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傻子啊 等温如哭够了 整个人也醉成了一滩烂泥 我和裴时 好不容易把他扛回我家 结果一下车 他就吐了裴时一声 这下即便是绿茶小狗 都有些绷不住了 把醉猫放在沙发上之后 裴时问我 姐姐 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卫生间 洗个澡吗 他低头闻了闻自己的身上 整张漂亮的脸都皱成了一团 去吧去吧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一眼在床上挺湿的温如 在酒吧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他和温如说话的时候 跟对我的敷衍模式化完全不一样 看似斗嘴 但实际却促促都在勾着温如的注意力 是春天来了呢 偏偏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温如像条八爪鱼一样挂在我的身上 我好不容易才艰难地点了接通 压根没来得及看是谁 姜阮 你今晚和男人在一起喝酒 或许阴沉的声音从工房里传出来 我当时就一哆嗦 险些没把手机扔出去 好死不死 陪时从浴室里探出头来 脸被水蒸汽蒸得粉扑扑的 十分鲜嫩可口 姐姐 浴巾在哪里 不是在那吗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 然后就看见早就围上了浴巾的他 从浴室里走出来 眼角笑眯眯的弯起 仿佛一只小狐狸 电话那头的或许 明显听见了陪时的声音 他停顿了片刻 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你和谁在一起 隔着手机我都能闻到 他身上的风雨欲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温如啪了一下 打掉了我的手机 手机顿时摔得四分五裂 他还口齿不清地教育我 不要和坏烂人说话 然后他就睡着了 等我欲哭无泪地把手机捡起来 发现手机已经彻底黑屏了 得 天意如此 就这样吧 太晚了 陪时的学校也关门了 我有意撮合他俩 索性就让他在我客厅的沙发上 对付了一夜 绿茶小狗很会争表现分 一大早就穿着整齐地出去买早餐 昨晚借我的洗衣机 把衣服洗了烘干 这会儿又是一条干净漂亮的 卷毛蓬松的小狗 我给了他一个访课密码 就继续睡回笼觉 可我没想到 门口竟然突然传来重重的一声巨响 我和温如吓得同时从床上弹了起来 我靠 怎么回事 我衣衫不整地跳下床 落地时还险些摔了一跤 结果一抬头 正撞见或许脸色阴沉地走进来 在他身后是脸上狠狠地 挨了一拳摔倒在地的陪食 他早起去买的小笼包 稀饭和蒸饺撒了一地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竟然还好意思质问我 他的白月光连他的手机都拿了 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双标 他凭什么质问我 我当时就觉得鼻子发酸 连眼睛都有些发红 跟你没关系 或许看见我身上东倒西歪的睡裙 又看见我要哭不哭的脸 脸色更难看了 你心疼他 你们两个昨晚一起睡的 还有我 我们三人行 对你看到的满意吗 温柔美好气地走出来 糟蹋了我们一晚上的女壮士 满血复活 一个肩膀用力 就把或许顶开了 他心疼地去拉地上的陪食 你们见过前段时间 那个出名韩宗的好凉对吧 他现在就是一模一样的姿势 眼泪汪汪地看着温柔 好痛 我真是谢谢你们 你来干什么 我盯着或许 他这段时间好像瘦了 连下巴上青灰色的胡渣子 看起来真像是熬了一晚上的样子 我在你家外面等了一夜 他深吸了一口气 看起来在强压火气 昨晚你的手机关机了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结果早上看见他从外面回来 你结婚前是不是给他发了消息 我打断了他的卖惨 或许愣住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问我 你看见了 他既然没有否认 我都快气死了 所以你和他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咬紧牙关 逼着自己不要哭 我才不要为这样的人流眼泪 或许死死地盯着我 所以你是因为这件事 要跟我离婚 我咬紧嘴唇不说话 我和他结婚一周年的那天 我早早在家准备了一桌他喜欢的菜 可他却并没有按时回来 我等着桌上的菜都凉透了 油都凝成了恶心的一团 突然听见书房他的电脑 传来收到消息的提示音 他的电脑没关 我看见右下角跳动的小图标 随手点开 然后看见了他给白月光流的眼 以及视频 你在其他设备接听的提示 我结婚了 是我们约定的那一天 我很想你 从晚上8点到12点 整整4个小时 我盯着屏幕 看到眼睛都发酸 才看见了视频结束的提示 他回来时已经到了凌晨 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 完全没发现我一个人 静静地坐在黑暗的客厅里 我之前以为他是忙于工作 直到见到那段聊天记录 我这才知道 原来是忙着陪别人 那为什么还要娶我 也是从那时起 我再也没有跟霍许提过 要过纪念日 陪时在这时走了过来 他柔弱可期地 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姐姐 他这种就叫不守难得 我和他可不一样 我看见或许当时脸色就变了 怕绿茶弟弟被打死 赶紧把他拦在身后 开什么玩笑 或许特别注重身材 每天至少举铁一小时 小绿茶乃惊得起他一拳 或许看见我的动作 脸色更难看了 你要护着他 温柔在一旁说风凉话 哟 有了白月光还上门打人啊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还不够呗 你都有心欢了 还找我干什么 我别开头 不想再看他 我们之间的是 跟他没关系 或许沉默了片刻 回答的斩钉接铁 我只觉得一股火 从胸口冒出来 随手抄起旁边的一瓶红酒 朝着他重重地砸了过去 酒瓶砸在他的身上 烟红的液体洒了一地 瓶子落在地上砸得粉碎 滚 等他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终于控制不住 颓然滑倒在地上 嚎啕大哭了起来 我下定决心 开始新生活 温柔一万个支持我 开始给我四处 物色相亲对象 可男人还没找到 或许的白月光 却先找上门了 我在一家律所工作 他指定要找我 最近生意惨淡 老板直接拍板 替我接了 刚好他来的那天我不在 客户资料上也没照片 直到见了真人 我才知道 既然是他 你就是或许的前妻 朱染上下打量我 像在看什么大型垃圾 长得也不怎么样吗 说吧 你是用什么方法勾引他的 他拿支票杂人的姿势 轻蔑又傲慢 这里是一百万 跟他离婚 他是我的 我只觉得仿佛被人 在脸上狠狠地扇了一眼光 而最后一次或许的那句 现在舍得了颜忧在儿 白月光回来了 他当然舍得 但是或许没告诉他 我们已经离婚了吗 我和他可是领了证的 朱小姐 你用什么身份来质问我 我嗤之以鼻 你想结婚找霍许去啊 怎么 他不肯娶你吗 朱染的脸瞬间涨红 他突然站起身 抄起一杯咖啡 就泼了我一脸 我和霍许 从小一起长大 他说等我回国就娶我 是你 一定是你勾引了他 你这贱人 贱人 我被兜头一杯咖啡 拖得惊呆了 我靠 这女的精神不正常吧 这年头 没人不爱看免费的好戏 动静这么大 周围人的注意力 都被吸引了过来 我甚至看见有人掏出手机 开始录视频了 这可不妙 我们这一行 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要是传出去 我被客户指责当小三 这一行我就不用混了 我和他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你才是上门逼宫的 不要脸的小三 他还没说话 我突然觉得胃里 一阵翻江倒海 张口就挖得吐了他一身 朱染名贵的香袋套装上 全是呕吐物 他的整张脸都绿了 他尖叫起来 发疯般地抓起旁边的餐刀 就想捅我 贱人 你故意地 你去死 我差点摔倒 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胳膊 就在这时 或许不知从哪冒出来 一手抓住了我的手 把朱染挡在身后 和我隔开一个安全距离 苏软 你想干什么 我气得眼泪差点流下来 你看清楚 是他要打我 阿许哥哥 朱染抓住或许的西装摇啊摇 满脸都是委屈 我只是想见见他 可是他打我 还吐了我一声 我看着或许 用我从没见过的温柔姿态哄他 只觉得整个心仿佛被扔进了醋里 又酸又苦 我们走吧 不要和他计较 或许牵着朱染走了 没有看我一眼 可朱染回过头突然冲我一笑 无声地说了五个字 见人 去死吧 他的眼神恶毒得像蛇 我不寒而栗 我死死地盯着厌孕棒上的两道杠 几乎能将厌孕棒盯出两个洞来 我竟然怀孕了 在这个时候 我和霍许结婚的时候 医生就诊断说我子宫臂太薄了 很难怀孕 可那时候霍许说没关系 他不介意 我还以为他是爱我才故意说没关系 感动得一塌糊涂 没想到 原来人家压根不想要我的孩子而已 我打电话给温如 他倒是爽快 你想留就留 虽然性货的人品不怎么样 但是基本条件摆在那 现在国外金子库那么贵 挑一个核心意的也没那么容易 养孩子的是别担心 姐姐我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他还要说什么 那边突然传来陪食 委屈巴巴的声音 姐姐 好凉 然后那见色忘有的温柔 就屁颠屁颠地去给小绿茶调水温去了 妈的 他家 我也不是没去过 电子平显 恒温热水器 到底哪里需要调水温了 还好凉 没有什么比我的心更凉 我好几次去医院产检的时候 都感觉 似乎有人在跟着我 可仔细看 却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 我也就只当是 自己孕期神经敏感 今天又到了产检的日子 大路堵得厉害 我抄近路 走了条偏僻的小道 不料 一辆面包车 突然从路口冲出来 朝着我的车 就狠狠地撞过来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旁边的一辆机车 强行插进来 挡在了我的车前面 接连两下剧烈地撞击后 我眼前一黑 彻底失去了知觉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地上又硬又冷 我艰难地爬起来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有些隐隐作痛 但没感觉到出血 宝宝应该还在 旁边的地上 竟然还躺着一个人 在看清他的脸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或许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满脸是血 左腿弯折成一个正常情况 绝不可能出现的角度 甚至有白残残的骨茶 从伤口处戳出来 鲜血还在往外流 看起来比我严重很多 我不敢推他 又不知道碰他哪里 一时间简直无从下手 我不太会急救知识 估计他现在需要止血 只能咬咬牙撕下裙摆 给他把断腿上方的血管扎紧 大概是我的动作弄疼了他 或许深吟一声 挣扎着醒了过来 他浑身紧绷 直到看清我后 才就放松了下来 第一句话就是 小阮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傻 就骑辆机车 也敢去挡 我的话还没说完 声音就带上哭腔 到这个地步 我哪还能不知道 竟然想撞死我 是或许用自己的机车 挡了一下 所以他才会伤得比我还严重 我没事 别怕 谁抓我们来的 我问他 我一个守法良民 实在想不到 在哪得罪了人 会遇上这种小说里 才有的袭击绑架 是朱染 或许的脸色很难看 他是个疯子 我瞪大了眼 或许喘着气 断断续续地告诉我 他家有一传精神病病史 朱染从小就偏执地认定 以后要嫁给我 从小我身边出现的异性 都会被他袭击 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后来朱染他妈去世 他的病情恶化 朱染父亲提出 由我家负责 他出国治疗的费用 他保证朱染这辈子不回国 但是他造狂严重 如果联系不到 我就会表现出强大的攻击性 国外的医生为了稳定他的情绪 提出要我继续在国内配合治疗 也就是假装是他的男朋友 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开小号 混入我所谓的社交群 又顺藤摸瓜地查到你 他的声音里满是后怕 我记得你的号码 那天我去地下停车场没看见你 怕他看见你 只好先走 后来给你打电话 却又从电话里听见 有个男人的声音 我在你家门外等了一夜 都是我的错 他放软了声音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才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 那结婚纪念日呢 那个日子不是你选的吗 或许叹了口气 我找了好多理由 但是都没能说服你 为了怕他发现你的存在 我甚至都没敢在家跟他视频过 每次都特意出去避开 可是他还是起了疑心 后来我得知 他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 刚好你跟我提离婚 我就想着先混过去再说 等把他抓起来 你就安全了 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对你动手 他的血流到了我的脸上咸咸的 你别说了 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 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爱哭 或许轻轻地笑了起来 可似乎扯动了腹部的伤口 顿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瞪大了眼 从你第一次去医院 我就知道了 他温柔地看着我 像在看什么最珍贵的宝物 别怕 我的身上有定位装置 刚才我已经报警了 有了或许的这句话 我顿时安心了不少 门在此时突然一响 我下意识地抬头 眼前的场景 让我险些吓得叫出声 朱染的白裙子上都是血 他的半边胳膊上全是擦伤 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剃骨刀 面无表情地走到了我们面前 你说过要娶我的 可是你撒谎了 他的嘴角突然一翘 笑得血腥又诡异 你知道 我爸是怎么死的吗 他嫌我妈有病 背着他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 还把我送出国 想让我死在外面 哈哈 可是我回来了 他的声音骤然变轻 像怕吵醒什么 钱真好啊 我花钱买人撞你们 可是你为什么不死呢 他突然转过脸 死死地盯着我 瞳孔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又诡异又可怕 那个贱人也怀了我爸的野种 我把他从贱人的肚子里挖了出来 软软的还会动 你肚子里的这个会动吗 我毛骨悚然地往后退 或许下意识地挡在我的面前 你别碰他 有什么冲着我来 朱染的情绪瞬间崩了 他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你为什么要维护他 为什么你和我爸一样 都会被外面的贱人迷惑 杀掉他 杀掉他你就是我的了 我们好好的 我们出国去 他骤然高高地举起手中的菜刀 朝着我就砍了下来 杀了你 血花似箭或许难以行动 用自己的胳膊替我挡下了 朱染发疯般砍下的那刀 朱染还要继续砍 可刀卡在了骨头上 一时间竟然拔不出来 杀了你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非常不对劲 或许拼死抓住他的胳膊 冲我大吼 快跑 先血溅了一地 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 警察从外面冲了进来 朱染被制服的时候 还在发疯尖叫 或许倒在了血泊中 我发疯般的哀求警察 你们救救他 求求你们救救他 警察伸手摸他的颈动脉的时候 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时刻 直到见到警察点头 还没死 直到或许被抬上救护车 我强撑着的躯体才忠于塌了 整个人都瘫软了下去 再次和霍许站在民政局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位霍先生断手又断腿 满了一百天能独立行走之后 第一时间就从新向我求了婚 不能不急呀 再慢肚子就要藏不住了 至于朱染 他之前之所以病情恶化 其实是因为看见父亲出轨 小三上门药武扬威 母亲受不了刺激而自杀 他父亲带着他出国后 把他送进了疗养院 又悄悄和小三在一起了 他本来状态都稳定了 可小三的怀孕再次刺激了他 他从医院逃了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小三 还把孩子从肚子里挖了出来 然后就是回国找我算账 不过他现在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起来 因为有严重暴力伤人的前科 一辈子都别想出来了 从民政局领完证出来 我听见温如在怒骂裴时 你是狗吗 然后裴时轻轻笑了一声 把下巴搭在他的手心 我地铁老人看手机点剧批剧 你们这些人玩得可真变态 然后或许把自己的领带 放进了我的手心 示意我拉一下 我有些迷茫地扯了扯 他也轻轻地汪了一声 老婆 带我回家好不好 我当机力断腮给他一张纸 签了 看到第一条 或许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一周七日 第二条 全年无休 他低头温柔地闻闻我 以前是担心你的身体 现在你说了算 三年后 我仿佛被狐狸 惊喜干了精气的书生 哭着喊着要求 撕毁不平等合约 信货的公狐狸 把我拖回去关上门 晚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